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随着现在的主流市场需求 出产小旗舰的厂家变得越来越少 有时候你想找个超全面的小旗舰 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ZX看来在众多的厂家中 只做一个size的旗舰也只剩下一家 也就是那个不问世事的Sony了 没错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上手的 就是这一台刚来马来西亚的Sony Xperia 1 Mark 5 说真的 每次上手索尼的手机 我是不会用我对主流厂家的观点来看待它 因为它真的太特立独行了 上一台的Xperia 1 Mark 3真的让我爱不释手 也是当时我入手相机之前 对索尼产品的第一次探索 只是碍于当时的骁龙888真的是太少了 搞到我最后不得不换回去870的手机 随着今年骁龙8 Gen 2不再翻车 也是时候重新跟索尼大法聚聚啦 今天Lex是充满着热情去做一期视频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它的一些心得与看法的 或许你不会买 可是你应该还是能感受到 我对它满满的热情和期待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说到它的外观 当我们第一眼看上去的时候 你应该一眼就看到 这是索尼的设计语言啦 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大开款过 可是在今年各家旗舰走原型模组的年代 我感觉它跟三星就变成了一股清流 那种不刻意的辨识度既顺眼也和谐不少啊 而且超佩服的是 长焦在做到那么凶的前提下 模组还可以做饱 这一点确实给赞 其余的设计也就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长长方方的机身 纯色细配色 低调但不简单的设计 都是我喜欢它的地方 唯一拿掉的是那些TUF等等有的没的的辅助器材 外观看起来就会更加的简洁大气很多了 同时也证明索尼从现在起真的不再需要它们了 背盖一样是采用会霧面的材质 只是不一样的是这一次Sony加入了非常多的颗粒感 现实中需要用到Macro镜头才看得出它的纹理 这里也用显微镜给大家看看它近些的材质 你这样子看上去的时候 其实是不会触发到你的密集恐惧症的 而且它的手感是挺特别的 它有种丝滑的来也挺顺手的一个手感 8.3mm不算薄 可是187g的重量确实舒服 单手握持依旧是旗舰里的MVP 也是我认为近期手机里最有记忆点的手感了 中框这次采用了类似Pro-I的线条纹理 只不过它的线条处理更细更浅 我觉得少了点刻意 多了点精致是挺好看的 除了外观设计 庆幸的是这一次索尼大部分的信仰标志有被保留下来 比如说配备IP65、IP68的防身防水等级 丁绝种的3.5mm耳机孔 不需要卡针就能打开的卡槽 还有极其珍贵的实体快门按键 这些除了是索粉自己的信仰 更是索尼自己的style 最后也来聊聊配色 这次我拿了的是绿色 这是一款灰色元素会更加浓于绿色的配色 所以大部分之间它还是灰色 还有我才发现 今年手机厂家差不多都有绿色 大家觉得它们之中谁最好看呢? 说到索尼手机的机身做工 我从Mk3那一代就有被经验到 不管是当时机身的贴合度 还是它对缝隙的每一个平均的处理 我都觉得是很好的 可是到了这一代之后我是有点失望的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这个被盖缝隙 左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完美贴合的 而随着我们把目光去右边的缝隙看 明显那个被盖是歪了啦 不过我自己不是什么很偏激的细节控 我的要求很简单 只要不影响它本身的防水功能就好了 在显示效果上 索尼还是有很多自己很厉害的黑科技 同时更多的有它多年不变的坚持 屏幕观感上比起上一代是没有变化的 我看索尼应该这延续4年的设计 接下来也不打算改变了 它搭载了6.5寸的4K 120Hz AMOLED 还是拥有21.9的比例 没有采用任何的打孔还是刘海方案 还是上下边框的设计 只可惜的是拿掉了我最喜欢的信息信仰灯啊 官方是没有提 可是外国媒体是有测到 屏幕全局的亮度有900尼特 峰值亮度有1300尼特 在现在终端手机随便破千4600的情况下 它不算突出 但强光下还算是能看吧 只是一旦出发之后 热还是很快的冲到背盖里面 就会有点烫手了 屏幕到现在还是很猛 显示的细节量真的非常惊艳 营营效果其实是很顶的 不过4K 120Hz又没有LTPO的情况下 它的续航我就真的不敢恭维了 另外一个它的震动回馈是我最满意的机子 力度是大的来点到为止的 每一次敲打都会以最高的规格触感来回应 前置的正向双喇叭非常的有特色 因为声音是往你的脸里面打的 高音和低音总的来说不算突出 不过它的氛围感是目前所有手机里面做得最好的 只是这个设计的问题还是在 你需要定期用棉花棒清理 不然卡层影响音质的话就很头痛啦 这里就给大家听听一小段吧 索尼作为做传感器以及镜头的大佬 当然他们自家Xperia手机的产品是秀肌肉的时间啊 首先它还是搭载了主色超广以及长角镜头的组合 主要超广和长角的规格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但今年小米10升Ultra用两颗镜头来实现3.2倍和5倍的前提下 索尼的长角可以搞个3.5-5.2倍之间的无损光学变角 还是科技与很活啊 这次新产品主要的光芒都来自于主色 可以说是属于大幅度升级的等级了 像素方面升级到4800万画素 但实际成像会强制压缩回1200万像素 只是传感器是很大的亮点 直接来到了1.35分之1寸了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索尼自己有做1英寸的大底传感器 有卖给其他的厂家自己却不用 当然就没有这样简单啦 其中这次的大底传感器 从之前的XMLRS升级去全新的XMLT技术了 我觉得它完整的原理大家不需要去懂 可是Lex这里还是会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在以往的sensor里 光电二极管和像素晶体管因为种种的限制 它们不得不挤在同一层里面 而XMLT这个技术的核心在于它克服了技术限制 那索尼这次的技术就是把房子扩大做到了一人一层 那就各自有各自的空间 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的进光量来得更大 赶上1英寸的进光实力了 我觉得这个技术十分的重要 首先它们没有进入现在安卓手机同质化的尴尬 它自己也有一定的技术硬核在里面 这是值得给赞的 果尼是第一次接触到索尼的产品 在我们看看它的牌照表现之前 我想跟大家背出一件事情 这是Xperia 1 Mark 5直触的照片 这是我现在主力相机A7 Mark 4直触的样张 再来看看小米13 Ultra 莱卡经典直触的样张 就可以看得出其实比起主流的厂家在斗算法 Xperia还是一如既往的单纯 没有太多算法的干预 感光元件进什么就出什么 这很索尼也很符合相机的操作逻辑 只有原装照片指出然后好像相机样子 自己后面在Lightroom自己调自己喜欢的样子 才是索尼手机本身拥有的乐趣 对于专业还是摄影爱好者来说 它的这个相机UI完全没有什么毛病 甚至你还会乐在其中 可是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除了UI相当不讨喜之外 它的入手上手的门槛是高得离谱的 在操作逻辑上 这次的夜景终于奔出独立的功能出来了 可是只有开关而已 没有好像iPhone那样可以拉更长的步关秒数 在实际样子来看 夜景靠着菜式提心镀膜 还是可以尽可能的减少眩光以及归影 不过不是完全啦 只是对比723支不明显而已 配合上传感器的底子还是有料的 只不过比起有算法的手机来比 即使拿其中表现最平的Pixel 7 Pro来比 它还是看起来更平 可是就如我前面所说 只要你搞懂它的用法和自己做那个人肉算法 后期去Red Room找一下 当它是相机这样子用 你就能发现到它真的好玩的地方 以及存在的价值啦 上一代的抓牌速度和精准度已经很变态了 这次直接提升到每秒三四张的等级 来对比一下今年也是好秒级抓牌的选手样张 看来索尼还是以暴之暴啊 最后也来看看其他的样张对比 这次我拿了主流算法的S23 Ultra 以及主打影调的小米43 Ultra来PK对比下 在没有任何后期的情况 意外的是索尼的色彩饱和 还有HDR都蛮积极的 这跟我对它的认识有点不一样 取景不算是最广的 不过能容纳的东西其实还挺多的 观感上我觉得它不如三星讨喜 也不如小米有性格 可是XMT的实力不是脆的 它的暗部细节是做到真的屌 它整体的解析力也是很稳 基本上你不会看见有什么严重的涂抹感 跟小米是真的打的有来有回的 放在夜景的话是直接拉出了它的优势 它颜色准确 细节分明 没有三星这样子过度的锐化 也没有小米有时显得太过刻意的影调 色彩比Pixel更淡 但少了电脑调出来的味道 把自然和干净的感觉表达的很舒服 是有它自己的一种味道在啦 超广角我个人认为是软硬体上提升不大的一颗镜头 取景范围不突出 只属于能用 但边角解析力感觉有点力不从心 发指还是画指下降什么的都挺明显的 晚上就建议别用超广角啦 因为它的表现只会更糟 由于没有太多算法上的干预 成像总体会偏暗也没有什么细节 我觉得既然有独立的夜景模式了 不加点味精也至少放点天然调味料吧 最后也来比比长焦 3-3.5倍的样张 大家的解析力就差别不大 只是调色风格上的差异 但5.2倍就有趣啦 一个是实打实的镜头 一个是数码变焦 一个是光学变焦的效果 可以看出三星的裁切是最为明显的 索尼的效果则是实际用途大于宣传效果 但要注意它也不是完全无损 好像在跑一轮这个牌的轮廓 还是能看出一些画质的损失 只能说超接近小米无损的水平了 至于后面更大倍率的数码变焦 基本上还是三星的主场 最清晰 弧片几率最低 小米只能说有待加强 索尼的解析力则是夹在中间 唯一可以吐槽的是 它的OIS真的没有带来太多的优势 所以它的成片率是在所有的厂家里面是垫底的 因为弧片几率太高了 可以的话就别用太大的数码变焦了 由于这一次它留在我身上的时间非常有限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实测它录影的表现 所以这里我会直接跳过 可能后面有机会的话我会再做一期补充的 那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从前面两代Mk3到Mk4的时候 很多人因为处理器的关系而不敢入手索尼的手机 这一代就不同了 因为它搭载了口碑很好的小龙8 Gen2 还有12GB的RAM 不看价钱的话 Xperia 1 Mk5确实是近年里最值得更新的一代 只是需要注意的是这次Malaysia只引进了256GB的版本 虽然它可以额外扩充1TB的SD卡啦 可如果你是容量需求很高的用户的话 我觉得你30以下会比较好 日常用的话 5000奥安时的电池是续航里面算比较弱的了 因为4K是定时时的 所以开着120Hz的话 普通用一天一两充是极限 开5G之后三充都来 加上它只有34W的充电速率 这段时间你需要用对索尼的爱来打发时间了 平时拿来当主力的话呢 我是非常乐意的 可是如果我之后要去旅行的话呢 我会换回Samsung来用啦 虽然这一次小龙8 Gen2着实给力 索尼也确实留了位置给VC散热 不过最后还是取消了 即使温控提升了很多 遗憾的是打游戏体验 是今年小龙8 Gen2的手机里最弱的 比如说跑个极限画质60帧的原神的虚拟地图 是挺吃力的 高负载过头就会调增保温度 我个人觉得体验是不太好 你真心要买来打游戏的话 还是要好好想想 单换回思考 正因如此它才保得住它手感的独特性 只要它不影响长时间游戏和录影的手感 我认为这一点牺牲是值得的 不过有一说一 我觉得它游戏模式里的RAM Release功能的逻辑 真的一点都不智能 比如说你打游戏一半 你突然有紧急的email还是信息要回复 你就切换了过去那个app里面 然后10秒不到你再切回游戏 你就发现它帮你重启了 它释放了那个RAM之后 打游戏确实顺畅很多 可是你试想一下 如果你打原神的时候 你在跑这一半很长的剧情了 突然间它帮你整个切掉重启 你看你崩溃没有 最后我也来聊聊它的系统 它的UI依旧很接近原神系统 相信喜欢的人就很喜欢 最大亮点是安卓43的系统主题色 还是有被拿进来 我觉得这个超级加分啦 如果你是索粉 不认识Mk2,Mk3,Mk4升级过来的 我可以担保你会感觉到提升非常的大 主要发热的问题真的好得很多 而且你依旧能感受到它的我心我素 对于它值不值得买 Lex其实是no command的 毕竟6,399令吉买个256GB的旗舰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 如果你首发买的时候还可以考虑 因为还送你一个好像价值1700块的 Sony WH-1000XM5 如果平时是用原价买起来 没有送任何的free gift的话 我只能对Sony说 你真的要好好珍惜这些真爱粉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